中印的關係到底有多差 不是在這個邊界 雙方軍人對峙嗎 對峙還不夠 加芬現在是連電影 都要跟你尬到底了是不是 沒有錯 那個中美大戰不夠看 中印大戰那才叫精彩 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底為什麼他們這麼多薪酬救客 首先印度一直覺得說 這個COVID-19的病毒 就是中共他們製造的 而且當時病毒 就是從你這個武漢實驗室 傳出來的嘛 印度一直這樣認為 而且你還掩蓋 你還蓋牌 不讓大家知道 所以造成印度其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創 而且是非常多死章 對他就覺得你就是蓋牌 所以才造成我印度 死了這麼多的百姓 還有很多經濟方面的合作 等等都破局了 所以印度就拍了一部片 就是片名就叫印度人 那我不劇透 因為可能講完之後 很多人會想要去看 我就先講一個大意 六個年輕人 無意之間發現了 竟然在中國這邊發現了一個 他們在製造一個 非常致命的病毒 所以他們就決定要 要遣到中國去 然後找出這個病毒 怎麼樣去侵入中國 然後去對抗 結果就在侵入的過程當中 雙方因為是六個年輕人 你也知道 沒有什麼武力的 高強的功夫 但是面對中國軍隊的時候 這六個年輕人 竟然可以拿斧頭 拿木棍 竟然可以打贏那些中國軍隊 再來是 只要臉上有疤的 不用想就絕對是中國人 印度人絕對是完好 武缺 武功高強的 所以這部片上映之後 就讓小粉紅覺得說 怎麼可能嗎 你太扯了嗎 這根本不是什麼愛國神片 現在變成是什麼 是抗中的毒雞湯 因為現在在印度這部片有多紅呢 他們說這印度上映之後 票房超好 而且你身為印度人 你這輩子一定要去看一次 否則你就稱不上是印度人 這麼超扯的話 他們就奉為是一個聖旨 每個人都要去看 看完之後 我們這個愛國競爭都起來了 好 這個時候 當然你知道嗎 嚴重到 這個中共中央的 這個外事辦的主任王毅 都直接公開喊話說 你印度要把這部片給下架 否則我就跟你 對 否則我就跟你逼命了 甚至還說不只是要下架 連你在裡頭的導演 演員全部都應該判刑 但是印度有在怕你的嗎 印度就沒跟你管的 你知道 中共它就是不管你 它想怎麼做怎麼做 印度比它是2.0更厲害 好 於是現在這個影片 就是跟中共槓上了 但是中國的網友怎麼說 中國的網友就說 不是啊 你想想看 我們自己其實也在做一些什麼 抗日神片 抗日神劇 但我看很多耶 很多嘛 也是中國人最好棒棒 然後日本人都是一家都被打敗 其實換個片名 他們就說 其實就可以拿來當作是抗日神劇 這樣諷刺他們自己的國家 好 再來是 網友也說啦 中國可以拍 但是印度不能拍 於是現在印度有一個大橋 其實這樣已經要通車了 那這個大橋叫做氣納部大橋 蓋完之後不得了囉 印度要直接通往中國 或者是要跟中國開戰 就在它一念之間而已 因為這條大橋在通車之後 12小時的路程直接縮短成3個小時 差太多了吧 所以我跟你講開戰其實就一念之間 就看印度要不要打 軍隊直接撵過去就好了 對啊 好 再來是 其實它在這個地方 這個克什米爾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一個三不管地帶 所以比方說中國啦 比方說附近的巴基斯坦 其實大家都把這個地 覺得是自己的土地 那中國也覺得這是我自己的土地 那你開了一條橋 都能通過我家來 通到我家後院 那當然也會不開心嘛 好 於是中印大戰就就此開打了 你知道在印度其實他們用的 最多人民用的手機是什麼牌子嗎 也不是iPhone 也不是三星 有一度是小米手機 印度人都拿小米手機 那當然啦 小米也希望能夠把它市場做大嘛 於是就開始蓋工廠 設備都進去了 但是在去年印度就說你逃稅 所以我要跟你追繳65.3億的盧幣 再隔不到半年 直接用一個理由就是說 你跟國外實體非法轉移資金 你也聽不清楚是什麼 反正不管 他就用一個理由給你啦 你也不用理解啦 反正說非法轉移資金 我要沒收你555億的盧幣 全部加起來大概是台幣200多億 這樣子其實在兩年之內 小米就是非常的重創嘛 結果你知道嗎 不只小米 還有中國的電動特大廠 這個比亞迪 他本來也要在印度投資10億美金 結果一樣是給你一個說法 告訴你國安理由 所以就拒絕了 也讓這個投資 但是呢就這樣子胎死腹中 天啊我到底聽了什麼 大家還記得這個中美這個地方 他掐住他的脖子啊 這晶片這件事情 沒想到印度比他更狠啊 直接拍了電影之外來笑他之外 現在把企業全部都把它處理掉了 賓哥我看過那一部電影 滿有意思的 但真實的情況在這個中印的邊境 他們的武器比神劇更厲害 大家可能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因為中印這兩個都是核武大國啊 他們對壘應該是導彈啊 什麼最先進的科技武器嘛 可是其實完全不是 他們用的都用什麼狼牙棒啊 關刀啦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在邊境那邊揮關刀 對呀他們都是用這種東西啊 因為就是因為中印兩個都是大國 那很怕因為這樣插槍走火 不要搞到變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呢 他們當初就有一個協定 就是雙方要如果起了爭鬥的話 彼此不可以用熱兵器 就是完全都不可以用熱兵器 只能用冷兵器 也就是不能用彈藥啊 或炸藥啊這些全部都不行 那冷兵器就什麼 就是刀槍劍擊斧越勾差這些東西啊 那雙方就開始在上面 就各自用各自奇奇怪怪的武器 然後已經發生了好幾次鬥毆 那雙方當然都宣稱自己獲勝啊 說對方死了很多人 自己只有少數幾個人受傷 甚至完全沒有傷亡 都是彼此宣稱自己贏的 但是其實在那麼高的高山上面 光打架都是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 會缺氧啊 對會缺氧 你在那邊走 那個地方又很冷 然後又常常積雪 你常常其實你不要說去打對方 你光走到對方面前恐怕都很累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痛苦的一個作戰方式 所以有一陣子 解放軍真的訓練他們的士兵拿關刀 那個就是像關公拿那個非常長的那個關刀 結果後來發覺那裡是高山 拿這麼重的玩意很難用 對 因為你揮不動啊 因為你缺氧 你揮兩下你就沒氣了 那所以他們最新的發明是什麼 最新的發明是在那個鐵管中空的 那中空的要把前面削尖 這樣會幹什麼 你一戳進去就會放血 然後又比較輕 所以比較好用 然後他們現在就還練正法 就像以前羅馬士兵方陣這樣就開始練 有的拿長槍有的拿短的棍棒這些東西 近距離就用短棍棒 然後有一定的距離就用長槍 就用突刺 他們準備用正法來去對抗印度人 那印度人你以為他閒著嗎 不要忘記印度是神話大國 所以他們從神話裡頭取經了 然後他們的神明所使用的三叉戟啊 三叉戟 相關的這些神用的兵器 而且他賦予時代的意義為什麼 他給他加上電擊 對 他在有充電 電擊棒也拿出來用 所以雙方就是這樣互相火拼啊 真的啊 而且印度軍隊還特別委託私人保全公司 幫他們去訂製這些武器 因為就是為了在喜馬拉雅山上面 去跟解放軍這樣子雙方PK 那我是建議啦 解放軍其實既然都要回到冷兵器時代 你們以前有一個叫氣濟光 記不記得 氣濟光有一個叫鴛鴦鎮 那拿出來用 那鴛鴦鎮有一個狼顯 就是一個非常長的竹子 然後上面有很多刺 因為他遠的就是用那個狼顯 近的就是用那個氣濟光那個窩窩刀 用這種方式 用這個正法去對付他 那我們以後我是建議啊 如果這兩個繼續這樣火拼下去 以後要拍古代戰爭片 我們不用去花錢搭警幹 我們到喜馬拉雅山去空拍 就可以拍到現場的狀況 大家省了不少製作費 來 史丹哥你怎麼看 我剛剛看到這個氣那布大橋 他其實跟中國跟印度 有領土上面爭議 現在中國更狠了 我說跟你領土爭議 我跟你電影之外 我現在把你的中國企業全打趴 是啊 那個印度在今年正式突破14億人口 所以他幾乎很快就變成全球人口 第一大的國家取代中國大陸 所以他在這個不管在人口啦 軍事啊經濟力量 他很多國家把它視為就 前置中國大陸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你看過去幾年 中國大陸的手機 什麼小米啦華為啦 在印度的市占率都非常高 前四名都是中國大陸手機 但印度手機怎麼辦 我想把他們趕出去啊 我自己才有市場 直接翻臉啦 好不好他逃稅啦 稅的部分 然後呢直接被你做一些審核 包括那個手機內建APP有沒有 中國大陸自產手機 都會內建APP 裡面連結是中國大陸裡面自製的一些 控制一些APP內容 所以TikTok這東西 印度官方也是基本上 不讓你裝載在手機裡面去的 也是把他趕出去的 所以不管在這種硬件上面 軟體上面的 基本上是把中國大陸的影響 主板盤出去 把它弄出去 另外印度他有自己的電動車 叫做塔塔 也是很大的一個製造業 塔塔過去幾年還收購的 那個Land Rover跟Jaga 所以他本身是有汽車業的 所以他這個汽車業這部分 也要避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新能源車大舉進入印度市場 你看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多便宜 對 一部小的電動車 四人坐的這種 只要在核台幣在十幾萬就有了 如果這樣低價 然後又在印度製造的話 印度的汽車市場 很可能被中國廠商全部佔領 佩佩我們剛剛講了 現在中印兩國真的是爭個不停 連電影都能爭 那現在還記得 中國有一帶一路這件事情嗎 最碎的是誰 直接列出來給你看 斯里蘭卡 什麼一帶一路我都要破產了 現在印度遞出了橄欖枝 這個斯里蘭卡到底被 一帶一路它有多慘 真的非常非常的慘 因為它今年七月已經宣布破產了 它真的是毀不當初 斯里蘭卡真的是一開始 中國一帶一路的算是樣板 可是在中國在那裡弄了一個什麼 在它東南部的一個雨村叫做 漢班托塔港 它建了一個港口 原本預計說一年可能來了三千多的船隻 結果後來現在 其實三千多的是它的首都 可倫坡那裡的港口 結果這個漢班托塔港 一年來了三十多隻的船隻 然後還在它的首都建了一個蓮花塔 原本也是想要弄成很像 像東方明珠這樣子 你知道又有商辦 然後又有娛樂的場所 結果現在也變成一個華而不時的一個裝飾 所以它現在變成蚊子館 蚊子館 非常非常多的蚊子館 就是在斯里蘭卡各處 你說如果蚊子館 其實我們很有錢 我就是喜歡養蚊子怎麼樣 那就算了 那你就是蓋蚊子館 可是斯里蘭卡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它這個借了大量的錢來蓋這些蚊子館 不但沒有任何的經濟效益 反而讓自己陷入了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債務之中 多麼巨大 來給大家看幾個數字 從2015年到2019年這四年之間 斯里蘭卡它的外債攀升了超過6成5 結果它的GDP只成長了5.8% 所以這麼大的一個非常失衡的情況之下 讓它的經濟體質是一步步的越來越弱化 然後給大家再看 其實這個是問題非常長久 不只是說他現在就是剛辭職 因為破產剛辭職的這個總統 那其實在他的這個總統的哥哥 在2005年到2015年擔任總統的時候 就是跟中國簽下了這許許多多 一帶一路的計劃 讓斯里蘭卡現在欠價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而且很多已開發的國家 他在借錢給開發中國家 發現說開發中國家可能償還有困難的時候 債務重組他可能會讓他們 周一到周五晚間十點請鎖定 還你必把賬